Dragon Marked For Death 哈嘍各位兄弟們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是老頭歐德今天我們要來玩這款遊戲呢叫做嗜血龍痕 這款遊戲呢是以前這個洛克人自有的開發團隊製作的新系列 那這個遊戲世界觀應該完全跟洛克人的內容完全沒有關係就是以一個新的世界 新的角色新的人物新的內容那玩法的話呢是 橫向2D卷軸的ARPG吧就是跟以前的洛克人自有很像啊 那洛克人自有這個遊戲呢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玩過這個遊戲我覺得 還蠻好玩的但是越後面越難老頭只玩到二代吧聽說三代完結嘛對不對然後我就沒繼續玩下去了 好吧那麼今天呢就來試玩一下這款嗜血龍痕喔 那 其實這款遊戲很早以前就已經有出了不過他是日文版 喔到了今天才出了繁體中文喔 所以說我們就來看一下啊啊到底這個遊戲好不好玩 喔追加劇情 一購買 追加劇情就是要下載是不是 喔 我們可以直接下載這個追加劇情嗎 追加劇情要錢 好那就算了 好吧 好什麼要設定打語言嗎震動仇恨值這不管我們就直接開始新遊戲吧 啊來當做一個試玩 哇這個地方你可以選擇四位角色啊 哇這這是這是我們封面的這個是女主角啊 哇 重型坦克餒 還有什麼 喔還有忍者刺客 不知道為什麼我突然想要選這一隻耶 我選這一隻來玩好不好 還可以選顏色 選紅色好了 還可以用聲音 什麼聲音 我這個聲音比較粗 可以可以可以 好我要選這一個 名字啊 不能輸入中文啊 他繁體中文只有界面是中文而已耶 好不好那我就取一個 呃 其實我不知道取什麼怎麼辦 丟丟 我們叫他丟丟好了啦隨便 呃 我們就選這一個看起來啊 非常壯的壯漢 來看一下遊戲內容到底如何 他可以從四個裡面選一個 好跑出來 這誰啊 可愛的妹子 被追殺 被追殺 曾經有一個民族 起祖先的性命被古龍之血拯救 從那之後身上繼承古血的力 古龍的力量 是這個女生嗎 啊什麼古龍之血的力量 古龍之血 龍血一族 他的名字是龍血一族 游泳龍的血脈 這樣子 是 然而世間是受白神洗力的 聖王家所統治 好反正就是被統治就對了 人們 人們都繼位著血龍一族 所以說這就是種族歧視 是不是 簡單來講就是種族歧視 為了國家 這些聖騎士在殺這些血龍一族的人 為了沒 來不及 哈哈哈哈 讓我念一下吧 哇 毀滅吧 龍血一族 巴西斯 哇把龍血一族所有人全部殺光了 有沒有 大屠殺 這是一個種族歧視的故事 然後我們裡面也是龍血一族的成員 我們要去拯救他們 哦 事隔多年 這邊一片荒芜 然後我就是那個男主角 繼承無知血脈的族人啊 如想獲得復仇之力嗎 哦 這不是事隔多年了 這是已經毀掉之後 過一陣子 然後我是 信存者 我要 復仇 無名為古龍阿圖母 如的憤怒與悲傷喚醒了無 哈哈哈哈 在創生時代與白神的斷 鬥爭中 落敗的無等 斷絕與人士的關聯 隱居在此座村之內 然而即使無等已經放棄力量與鬥爭 仍有追逐無等之人 仍有以暴力脅迫之人 即使如此 無等也只能以力量四人 哈哈 哈哈 我好煩喔 我突然覺得我很吵嘛 哈哈 對不起啊 必須讓 奪走人 奪走了竹人性命的聖王家 牢記在心 無等並沒有 連生存儀式都放棄 就要把力量給我了 哇 好帥 一整個就 龍之力量丟到我身上來了 哇 我變那麼帥啊 盧的異形形態 既是獲得復仇之力的 正名 身上 我可以開始動了 哇 我按下圈是怎樣 為什麼攻擊這麼慢啊 我還沒有教學的啊 往左邊跑 哇 火 火 哈 這個按住是什麼意思啊 藍色能量直接扣掉了 還可以 這次遊戲有機會可以多人連線啊 這遊戲可以多人連線 好 這邊有教學 充斥施案這一個 斬擊 斬擊 斬擊了 砍好慢喔 天啊 哈哈哈哈 整個不流倉 還是我們玩忍者啊 連段性高感覺好像 不叫有打擊感 你會不會覺得 不過 這個就是 顧名思義就是一個重坦克嘛 攻擊力高速度慢嘛 理所當然的 破除掉障礙物吧 跳躍 現在這邊是教學 原來可以蓄氣哦 哇塞 可以蓄氣哦 天啊 取得門的鑰匙 拉一下拉拉拉餅 這好像還有包含一些解謎成分在哦 我我我我 環顧四周可以容易找到 好可以容易容易找到離開的路 從立足點快速移動 應該是要踩這個 有踩了 啊要踩久一點 不然的話 拉不上去 嗯 中 得到了聖水 你在下麵花哥 砍斷繩子 哦有 破歇 蓄氣 哇 我攻擊力這很高耶 可以爬上去嗎跟洛克人一樣不行 衝撞 衝撞 怎麼一傻 要從這邊開始衝撞 嗯 哈 哈說衝撞加香菇頭 我已經按拉沒有用 他這個教學只講一次而已啊我剛沒仔細看拉 教一下照一下嘿 L加方向劍香菇頭 我按拉 啊 啊不給推啊哥哥 對啊啊按下衝撞是不是 哦按下衝撞了靠腰啊 哎呀 啊 秒殺你 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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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哦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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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撞過來了 他都不能選別種武器之類的嗎 現在目前為止我感覺攻擊挺單調的啊 天啊 應該多不同的武器 武器類型 對不對 會比較好一點吧 七色糖果 生命瓜哥 道具 嗯這邊沒有寫七色糖果 不過這邊可以回血 確認裝備 確認裝備 輕量斧 我覺得之後應該是可以裝備其他斧頭吧 不然的話現在應該說裝備其他裝拉那一切在這狀況來講我覺得 該怎麼講 打擊感我覺得還普通 蓄力斬擊 好現在教他家教蓄力斬擊啊 而且這樣子打我必須要承受傷害耶 因為我的薑子動作實在太高了 這樣講吧 魔物牛排 魔物牛排 斷按砍下去的僵持動作也太高了吧 哇塞 狂戰士 拿防禦做交換 防禦做交換 所以說我如果要 更高的攻擊力 開這個 有啦攻擊力是很高啊開龍血技能 龍血防禦 喔 原來是也是可以防禦的啦我現在發現 我這要開也不知道會死人呢 原來防禦是哪一個啊 找到鑰匙 嗯 這邊也有 100塊錢 上面我過不去 開門 又是解謎哇 歪掉 開 問號問號裝飾品 這個問號問號裝飾品之後應該是 結算的時候可以拿來鑑定的道具 我會怎麼覺得鑑定的道具 我會怎麼覺得鑑定的道具 然後可以拿到新裝備 他這個也有那個裝備養成系統啊 剛剛你們應該有看到吧 然後 然後再拉回來 有比較強嗎 哇靠跳過去 哇塞 這樣也行嗎 拿到100塊錢 好的打完了蓋走了 欸有錢 撿一下 GoGoGo 哇塞 有啦攻擊比較高 有啦攻擊比較高 我覺得用跳砍的方式啊效果會比較好 開啟選單 還有什麼前方有什麼 前方有令人 繼位的氣息 準備戰道 啊叫我先補血的概念啊 衝了 要打誰呢 boss戰了 這個是 是 白神族的人 啊 艾庫斯 我乃白神普里馬提斯的死者 與古龍為伍的罪人 仔細聽好了 你的村子已經從進 由從進的白神聖王家 啊以及什麼聖王家騎士團之手以 制裁了 啊反正就是如果你想要了 行使忤逆神的古龍之力 啊那我會 我會我會在你成為巨大災禍前 將我滅掉這樣子 啊 尻掉就對了 我好哪一招 耶 我還有緩速效果啊 他批死你 我 撐住 歐買一招 批死你 批死你 最後一集 還沒死 最後一集結束 哇 死去 是你要非 掉了嗎 問號問號斧頭 可以 任務結束 是 加了兩百五的經驗值 應該會有個結算畫面 沒有錯 打到兩樣道具喔 開始鑑定 輕量輔加一 我還有分 比愛 T 還有 T 啊各種屬性 巨巨魔手足 加力量跟 DF防禦力 好結束 下一頁是哪一個 這個 啊升級還可以點能力啊 這個能力成長 影響物理攻擊次數與命中率等等 HP最大值 各方面具有影響這個LUC是什麼就不知道了 影響人龍之粉碎與龍之防禦的等級技巧 等技巧 這個話要把你就是練狂戰士攻擊速度快對不對 我覺得這要點這不點的話你那個揮得實在太慢了 我暫時先全部提升在我們的AGI好了 啊攻擊速度太慢 湯啊 哥布林 打打到白神死的死者怪怪物啊跑掉了 啊 基於你生的古龍之力乃是超越人類領域之物 越是 吞噬靈魂就越來越強 若想要力量必須吞噬萬物之靈 先拿那些雜碎充數吧 你想對我做什麼 當然是 我要吸爆你 我什麼壞事都沒做啊 住手 哦 哎呀 可布林必須死 稀好稀滿 幸存下來的就只有出外遠行的你 以及另一個人 另一個人誰 哇 我們龍之力組還有另外一個人幸存 就這一個 哇 可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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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血巫女阿彌加 就只有他沒被殺 而且被聖團騎士帶走了 100年才誕生一次的龍血巫女之力 可恨的聖王家 究竟如何盤算 哇 卡娃伊 當然是SOP流程啊 這樣就說 只要追查那傢伙即可揭曉答案 好 我們現在要去他所統治的中央都市 梅 梅迪烏斯 在平民街也有五等同樣遭受王家卯士之人 你應該可以在那邊找到藏身之處 好的 GOGOGO 藏身之處 好我們到這邊了 你第一次來這裡嗎 啊 哇 平民 給我跪下 他叫做愛博斯 哎呦別瞪我嗎 我看你什麼苦衷 回來都差不多啦 懷抱難以啟齒的秘密 最後淪落到這裡來 講什麼挖著有一隻鳥在肩膀上 這裡是 梅迪烏斯聖王所統治的中央國家 梅迪烏斯的平民街 這裡來者不拒 每個人和你一樣 光是生存就得使出全力 反正我都說這麼多了不如再教你一些事情就是這裡的生存方法 冒險者聚會的酒場就在前面那裡等著你 登登登登登登 結束了他告訴我冒險者的聚會 啊酒館然後呢我不能動 糟了 你所見這條街市王都的中心區域形成的流浪者聚集地 這些人之所以會住在這裡是因為他們幾乎燃下了這塊大陸所有的麻煩事 這麼嚴重啊 從斜巡迷路的小朋友到 削減 危害國家的魔物都可以在這裡接到委託 正因為 在我們的背後出力聖王家才允許我們 喔就是我們至少有幫忙 才允許我們在這裡但是我們是平民窟 你告訴眼前男人說你要是 你有事情要找聖王家 你找聖王家到底想幹什麼 算了無所謂 那些尊貴的大人物才不會寫寫沒事過來這裡 你如果真的想見他去多解決幾件委託提升名聲 說不定就有機會了 要是你能多努力一點 這裡會變得熱鬧人才會變多簡直是皆大歡喜 好啦你好好加油這就是為了我們的生活 也是為了你的目的地 走了 這邊是可以讓你接看板委託的東西啊 先去住宿做好冒險準備吧 準備好之後再來前往酒廠 在那裡接受任務委託 酒廠是可以接受委託讓故事推進 透過完成特地的任務或是成理居民對話可以增加委託任務 也可以在這裡 利用靈技主機 這邊也可以拿來多人遊玩就對了 技術能夠在這裡變更可遊玩的角色 哎呦我們到時候可以換忍者來玩囉 確認帶有的道具變更聊天劇情等等 你創好的角色也可以在這裡編輯希望你 如果你希望創 創造新角色從頭再次享受故事劇情 劇情 請從標題選擇 讀取存檔開始遊戲 武器店這邊可以購入武器 一次最多可以同時帶兩樣 道具店 可以帶八樣 古龍洞窟可以在這裡重新分配升級獎勵點 也可以和阿圖姆對話 就是重置點數就是了啦 啊我們住宿在哪裡 這邊沒有地圖嗎 阿這裡不給看地圖阿這是哪裡 喔對不起按錯了 大神升降低 欸他這沒有地圖阿 技術點在哪裡阿 我要睡覺阿 啊移動自各設施 只有九場而已喔 哇靠 阿沒有 沒有存檔點 啊單人遊玩 有兩個 啊沒有只有一個巨魔城堡 我想先去找紀錄點存個檔阿 那應該是這個吧 看起來像紀錄點 哈哈哈 呀安琪阿 這位陳哥第一次來嗎沒有錯出發冒險之前這個就做好準備喔 看一下編輯角色 看一下編輯角色 這個等級我們升到五了阿我們這都沒有編輯 哎呀為什麼不能使用 哭哭啊 哇 我難過哎我們可以裝這個啊 呃裝備裝備裝備這一把 然後 兩把清量服 帶兩把我不知道什麼帶兩把總言之就恩知道的 鬼附 魔物牛排 啊 OK 該帶來都帶 選項 所以說 沒有存檔 確認狀態 沒有存檔 有啦 有啦 他自動存檔阿 好吧我覺得今天先到這裡阿 啊 這個是一個試玩 好不好這是一個試玩 總而言之呢 目前為止 個人感覺還可以接受 算是一個 可以農的遊戲 劇情的話 我是覺得普普通通啦 好不好 好不好 如果你們喜歡這個系列呢 記得這個左下角訂閱 因為右下角熊壞下方留言 之後呢 考慮看要不用直播的方式進行或者是用錄影的方式 好不好 我們下一集呢有機會呢我們這個嗜血龍魂再見面了 下一集再見 拜拜 拜拜